才看到特征组的发言人陈云南 说了陈志忠是主动签下海外的授权查账书 并不是特征组要求他 所以第一次8月25号 陈志忠刚回国那一次的征讯 陈志忠不愿意签 今天主动提出 陈志忠的律师的说法是说 妈妈同意了 所以陈志忠愿意用签查账授权书的方法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之前妈妈不同意她证明清白 陈志忠老师这个逻辑吗 我以为你忘掉我了 不会的 我刚才正在要保养他 你把我打断了 为了陈云南就省了 就省了 保养我的就省了 不是 为了陈云南打断我 我心甘情愿 但是他后来又接受观众的打电话 你要保养我都话中有话 阿赞自己修理我 顾客至上 我要保养他的原因 是两三天来 所有这个节目里头的来宾 我觉得只有刘一宏 非常干脆的铁口直断 说今天陈志忠不威亚 其他人都不敢 所以这个好 所以要跟你欧禄姐 他很勉强的 他欧禄不敢自己欧 我们要给他欧一下 那我觉得回到本题 你带了去我们约谈 我觉得回到本题 我觉得陈志忠是怕关 怕关 所以他今天 你看他说 不断是主动提出愿意签 而且详家说明 对案情详家说明 所以他怕关 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签 现在愿意签 是妈妈 如果话可以相信他 是妈妈说的 那就不得不有人提出来说 是因为律师通风报信 阿扁说这个都已经进来了 你签不签都没有关系 都一样 那既然无损案情 那签的又可以不被关 他当然签了 那我觉得他签的 难道就可以不被关吗 我觉得这个特征组 不能说是顺水人情 他就说你给我演这个戏 那我也找到一个好的借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有点悲哀 那就是辉文讲的 谁的悲哀 整个国家的悲哀 就是说我们一直怀疑特征组 所以只有他一个人高兴 我们大家都悲哀 我觉得特征组 没有维持一贯的原则 因为一贯的原则 就是三大象 重罪 有逃亡之鱼 还有有篡政之鱼 对不对 但他可能没有灭政的能力 不 但是不是 你仔细想 他回去还有一个 在那边指挥的妈妈 那他难道回去 不会告诉他妈妈说 我今天看到什么 那刘异宏是讲说 他今天没看到什么 因为特征组手中没有什么 那这个是往最好的方向去想 但是他如果看到什么 那回去一定会告诉妈妈 他不会那么不孝 对不对 那告诉妈妈 他会被指示说要告诉我 告诉妈妈还回去 还可以让他回去的话 第一就是违背 特征组压人的三大指标之一 串政 对 那就是不一致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违背一下也没有关系 因为外面有人会包围 黄庆龄会来 那我们怕死黄庆龄 所以你回去 没关系 你可以告诉你妈 反正这个没有用 因为反正你妈 他都不会讲的 都一开无罪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他有好多人 今天就可以走了 对 没错 无敌茂啊 无敌茂啊 结果陈志忠回去跟他妈讲说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就放心 我不敢这样讲 我觉得你对台湾的司法体系 有不敬之嫌 这样有不敬之嫌 你说得很不敬茂啊 从你的话 眼神推眼下去的状况 你推想太多了 把这种讲成非常不堪耶 对吧 这样很不堪吗 不堪不堪 这是很有智慧耶 玉琪 沈大老忘了我了 从头开始我也没有说 要压这个陈志忠 我现在说了 你不是在拼啊 你两个在拼啊 没拼啊 他比较准 他比较准 不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是策略运用啦 我是认为说 先压陈这边以后 以后比较好处理 事实上证明 后面的同意书 不管有没有用 不过我是觉得还是有用 因为有一些没有曝光的账目 他等于盖瓜承受 全部都在内 在这个国家境内的 我授钱书给你 什么都可以给了 那刚刚玉琪有讲说 不签同意书 我深压你 这个话不能讲 讲出去的话 那个暴力 这个是威逼利诱啊 斜迫啊 这个比较准备 是无效的 那办案最高的境界是悬全而动 我今天手抓在这里 拳头抓在手上 但是我是活的 我就告诉你说 让你知道说 你事实已经证明了 你爸已经压进去了嘛 你可能就是下一个 而且外面呢 媒体呢 推波助滥 每一个人都说 他会被收押 而且一开始就说 他会被收押 所以说他心理压力 一定会有啦 那我觉得你这样做 还不够 应该呢 在签授钱同意书 没有曝光的那些账户的钱 通通汇回台湾来 他可以汇回来 他没有曝光的部分 应该没有签吧 有签的是已经曝光的部分了 概括性的 我现在希望说 我现在签的是瑞士的授权 只有瑞士啊 对 只有瑞士 那不够 我们希望还有日本跟美国的 他就说我日本没账户啊 而且是清白的 这个是挤牙膏了 而且是清白的 没有账户那就不知道了 可是你很好 主厨的越来越好 功力越好 很清楚 我也可以去特征主厨 他这个有说 他有可能 他根本不是用陈志忠的名字 有可能是一家什么叫什么公司 所以这个就这真的很难 那我自己也觉得 我当初也猜错了 我本来认为说 第一时间应该押陈志忠 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要约谈他 然后就押他 押他扁针就 新房子就崩溃了嘛 那宝贝儿子被押 什么都公了 就是弄到这 已经错了两个多元 对 错了两个多元 但现在来看 我觉得特征主 是有他的政治考量 坦白说 最近的气氛 真的对政治主压力很大 你想想看 陈水扁靠一个手铐 都可以讨论那么久 那让民进党 做这么大的文章 如果陈水扁不愿意靠手铐 他这个那张照片 怎么会曝光出来呢 我相信陈水扁是愿意这样子 然后叫你把门打开 我就愿意让人家拍 那你想想看 同一个案子 如果已经压了陈水扁这个主犯 然后要不要再压他儿子 这会引起更大的波澜 虽然民调说 只有10%人同情陈水扁 认为他是清白 那我觉得在情理法上 光靠一个手铐 特征主就被骂凑头 然后现在法务部也说 我考虑来修改 是不是重大的暴力犯 我们才要靠手靠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陈志忠他有没有坦白 那他当初回来的时候 说母命难为 现在也是母命难为 他妈妈叫他签 他就得签 果然是人头 对啊 果然是人头 果然被支配又被指示 对 所以在这个同一个标准下 我们就讲嘛 那武警帽你就给人家晃出来 你也是人头啊 他是 一想妹命难为 对啊 我妹妹 我妹妹叫我 但是妹妹还没指示他可以签 对啊 就是这样 其实吴警帽到底讲出什么东西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推测 陈志忠比较安全 就是说因为假如我是陈志忠 我是陈志忠家族 吴书贞陈志忠都见过四面 陈志忠起码也念到硕士嘛 双硕士 所以担心你小伙子都没担心 这个不需要什么社会 这个很简单 就几句话而已嘛 我只要坚守一个黄线 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 那个钱是张权 我只要坚守这个黄线 不就解决了吗 他当初回来的时候 我认为他是 认为说 嗯 我们家 你要突破我们家是很困难的 我们设计他们都黄好墙 甚至我爸爸都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他才说我们也跟我回来 整个案子也变到最后 哦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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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他爸爸都压起来的话 我相信 连吴书贞都害怕 陈志忠近利还无所谓 那个宝贝儿子进去 整个就不愧 要让他挑的话 他连在陈志忠近利 不要陈志忠近利 真的啊 你相不相信 可是你之前有讲过 陈志忠在外头跟里面 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现在 要是我是法院的话 我当然先压陈志忠近利 我特征主我一定弄陈志忠 那你做政治考量 假如我是政治检察官 我是检察官 我也会政治考量 陈志忠刚压 我马上就压陈志忠 我今天东西很充足 我生压一定准的话 我可以考虑压 假如做不到这一点 我联合不升压 我要稍微降低 我对义鸿兄的敬意 不必 你从来不必都有敬意 你一直降低都没关系 你不必胜高 就一直降低就好 他刚才讲了说 如果我是法院的话 如果我是检察官的话 我是陈志忠的话 他一个人扮演三个角色 你知道吗 这样才会客观 连判事情 才会比较嘴 我补充一下 我从这句话 这当然不是要挑 陈云南的毛病 但是你看他会用 那个是陈云南的开场白 对 陈志忠抗力 这是他内心的投射 他对陈家人是怕的 他是怕陈随便对家人 所以要叫陈志忠抗力 陈志忠两个都没工作的人 有什么好抗力的 抗力讲的字跟工作没有关系 你不要误导大家的国文 中文程度 我们又不是说寄习帖 寄习帖我们写 这个书预期抗力 对对对 举例啦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陈志忠抗力 检察官就陈志忠夫妇 为什么可以接受 什么叫做陈志忠抗力啊 陈云南你是 你是国文是可以还是不行 被告的 被你限制出境的被告 你称呼他抗力 看来这我听到欧一遍了 这个跟啊 那个云林那个检察长 那个云林有个厅长说 苏县长 在厅上是没有人 什么叫苏县长 苏志芬就苏志芬 没有苏县长 进来就是被告苏志芬 没有被告苏志芬县长的 可是陈云南 每次都是讲陈总统啊 你也没有纠正他 那都不对啦 我说你投射他的内心 就是不对啦 那刚刚毅龙兄讲的 因为他是前辈 我简单讲两个就好 第一个 刚刚玉琪兄提到 你不能说 你不签我就胜压力 这话讲出来 统统完蛋 第二个 还好没有 因为刚刚已经讲是主动 不充足 你其他人怎么压的 他一旦假设说 我去也去用驳回 陈志忠压不起来 整个都垮掉 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 那你其他人怎么压的 你扣不到陈志忠 你怎么扣吴锦帽的 你怎么扣其他人 都不成立的 第三个 不过我是认为说 我不是说 我认为他应该有扣到吴锦帽 什么东西才会胜压 对 那将来摊开就知道 他到底什么 因为我们还不晓得 刚刚玉琪姐提到说 陈志忠在海外开纸商公司 跟纸商基金会 这是法院的 结问的内容 所以可以 研判他是真的 然后我在海外开纸商公司 控股公司 然后开基金会 然后我赐回 这有没有符合 刚刚沈医师提到 那个胜压的部分 我必须提一下 这个比例原则 他不到胜压的地步 那不用交保吗 为什么 因为是他爸爸妈妈 叫做陈水扁无书生 所以从这个话 因为投射出来说 司法之前人能平等 人能不平等 我最后讲一句就好 我知道你又要进广告了 我还是要借用 玉琪兄 二三十年的班人功力 你告诉我 一般人压不压就好了 压 一般人早就关到里面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 要努力选总统 今天只要是 单纯的赤回 以后如果他查账授权处 又查不是什么东西的话 再压 不是 我说他们两个 不起诉除分 连起诉都不会 水 那就包围特征组啊 特征组最好把他不起诉除分 连不起诉都不会 没有证据当然不 所以你认为现在是没有跟陈志忠相关的证据的可能性比较高吗 对 我们现在 否则的话 你说不生压 就讲连交保都没有 直接就赤回 就直接赤回意思说 没什么东西嘛 没东西嘛 那干嘛先日出境呢 那时候先日出境 先日出境可以啊 没东西 因为带给你解禁啊 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以为会有东西嘛 没有查出来 至于 为什么说有串政之余 逃亡之余 有可能就可以了嘛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讨论 差不多一个最新的讯息哦 这个特征组今天早上呢 大阵仗的约谈了 陈志忠黄瑞靖 还有孤承允跟蔡明哲 借题之后呢 今天下午又约谈了蔡明杰夫妇 刚才蔡明哲 蔡明杰这两个名字 我们都从孤承允的口中听到了 当时孤仲亮帮他牵线 有关于龙潭的这块土地的买卖的时候呢 他的窗口跟对口 就是蔡明哲跟蔡明杰 那账户也是这两个人给的哦 到底约谈这两个人 是不是整个扁案要进入收网的阶段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讨论 我们先进广告再来讨论